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 凡是地球上的物品 到了异世界以后 那都是无上质宝 一平上粘贴 下粘底 中间还能粘空气的502胶水 在这异世界也一跃成为了地阶巅峰的神兵滋养液 卧槽 这 这好像就是古籍上记载的地阶滋养液 而且看着品质 好像还是地阶巅峰的 楚公子 您怎么会有这种质宝 哈哈 家里给的 不足为奇 既然只要淋上去就行 那我就淋咯 说完 楚灵儿便一把把滋养液倒了上去 刹那间 那抹布一样的破烂灭魂帆就绽放出了微弱的光芒 快速吸收着身上的滋养液 那破烂的帆身也渐渐在修补 光芒越来越强 不过由于灭魂帆受损太过严重 一瓶滋养液居然没有完全修补 身上还有些许裂痕 可惜了 一瓶下去才修补了七八成 太浪费了 这种质宝滋养液 价值已经不比地兵低了 没错 要是直接拿去滋补一下别的遵级巅峰装备 或许还能净化成新的帝兵呢 几人话刚说完 就只见楚灵儿又拿出一瓶一模一样的滋养液 哗的一下倒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 众人心在滴血 恨不得将楚灵儿给刀了 为了一个初级帝兵 居然浪费两瓶无比珍贵的滋养液 妥妥的败家玩意儿 卧槽 公子 你这是不是太浪费了 对呀 你这么败家 你家里人知道吗 你们不懂 这是我的战利品 依依不一样 好了 完事了 小秘书 你不是要回冰雪宗吗 正好我也跟着去看看 我想你不会介意吧 公子 也要去冰雪宗吗 那真是太好了 叶飞雪正愁怎么请楚墨去冰雪宗呢 没想到对方自己开口 而且看楚墨这样子 应该是还有低阶滋养液的 到时只要自己宗主肯花钱 甚至愿意出卖一点点色相 或许还可以找他换一点滋养液 修复正宗地兵呢 宗主啊 雪儿我成为公子秘书前 就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你耗自为之吧 随后一行人告别了好丛星 便踏上了去冰雪宗的里头 看着地上残余的那一点点滋养液 好丛星激动地浑身颤抖 从怀里摸出一个特殊传音时 极为忐忑地拨了出去 九天玄女殿下 你一定要见啊 属下有重大消息呢 咦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 这就是新买的马车吗 诶 等等 书生你这脸是咋了 谁给你叠了个红巴夫啊 这家伙去买马车的时候 一直盯着人家老板娘看 所以就挨了一个大逼兜 我看看怎么了 谁叫她长得那么年轻漂亮 又穿得那么性感呢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骂 就看了几眼 并给个大嘴巴子 那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话虽这么说 可是她从见面就一直盯着人家的狗狗看 看看就算了 还把套凑了过去 甚至还伸手去服 文言 极女阵营瞬间变了 嫌弃笔的看着卫生巾 怒道 哼 打得好 我觉得一个大逼兜还少了点呢 不是公子告诉我们 要多做好事的吗 当时那老板娘准备过马路 我看她身上挂着这么重的累赘 多危险啊 所以我就伸出援手咯 难道扶奶奶过马路 这也有错 666啊 神探马扶奶奶过马路 你这文字游戏玩得真溜啊 真是活该你挨揍啊 以后出去千万别说你认识我 对了 叶秘书 你现在是我私人秘书了 秘书就得有个秘书的样子 你先上车换上丝蛙吧 说完 楚灵儿拿出一对黑丝地给了叶飞雪 叶飞雪看了看手里的丝袜 脸色羞红的上了马车 见状 一旁的卫生巾几眉弄眼的凑了过来 少爷啊 你教教我 你爹以前是怎样看美女 才不会挨揍的 到底先看哪里最好 我爹一直都是先看人家眼睛的 眼睛 哦 我误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从眼神就能看出对方是否温柔 然后挑那种柔弱的女人看是不是 这样就不会挨揍了 对吧 不不不 先看眼睛 如果她没发现你在看她 那再盯着她勾勾勾看 反正我爹一直是这样 从没挨过走 丝国乙 不愧是超脱镜大老 学到了学到了 听完楚灵儿的话 卫生巾颇有一种啼呼灌顶的感觉 原来是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对啊 就在二人闲聊之际 叶飞雪也穿好了丝袜 同马车上走了下来 楚 楚公子 好 好看吗 卧槽 这就是少爷你心心念念的丝袜 你就拿这个考验老干部的吗 好看 太好看了 难怪我娘一直喜欢穿这个 真好看 其实我也很想穿 但是我爹不让 所以只能让你们穿给我看看咯 听到这话 冰雪冬景女一阵战术厚仰 惊恐无比的看着楚灵儿 没想到 这楚公子竟然还有这种不为人知的嗜好 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癖好呢 那个楚公子 你喜欢鞭子和蜡烛吗 我喜欢拿碗衣耳干啥 听到这话 叶飞雪重重的松了口气 还好不喜欢 不然自己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了 大家快上车吧 少爷 咱们为什么要坐马车呀 这马车速度这么慢 到冰雪宗怕是要十天半个月了呀 没事 我本来就是出来游商玩水的嘛 慢点我也不着急 说完 楚灵儿便带着众人坐上马车 朝着冰雪宗驶去 这丝蛙摸起来真舒服 怪不得我爹那么喜欢 原来丝蛙是这种感觉啊 少 少爷 您怎么能一边开车 一边开车呢 这这 这样不太好吧 嗨 没事 你少有我车机贼溜 人送外号球名善车神 单手开车而已 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啊 你说是吧 当然 少爷开车确实是挺好的 该快时快 该慢时慢 动力持久 节奏感强 看视频的粉丝们都知道 那你们做好了 烧夜我要加速了哦 这这这 这真是地阶巅峰的滋养夜吗 没 没搞错吧 从这里面蕴含的灵力等级来看 确实没错啊 没想到啊 你居然还能寻到这种奇物 只是可惜少了一点 也不知这些能不能让我俩再进一步 哎呀妹妹 哪怕是道宗宗主 都还没见过这地阶滋养夜呢 你居然还想多点 能得到这几滴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你就知足吧 听到这话 玄女笑了笑 也觉得自己想的有点不粉了 看着面前的二位女帝 一旁的好丛心有些欲言又止 你有什么话就说 无需太过拘谨 奇禀二位女帝 或许我知道哪里 还有这个地阶滋养夜 哦 赶快说来听听